住在台中的廖先生問見君老師 他說他最近很開心的搬進了一棟位於七崎的豪宅中 可是呢住進去以後 卻覺得說他家人一直都會生病 而且呢小孩子病完以後患老婆病 老婆病完患自己病 他就聽朋友說這好像是房子的大門正對的電梯 因為這樣子所以犯了開口煞 那是不是因為開口煞的關係 讓他們家裡的生病都是連著連著不斷的 他問君老師這如何是好呢 是不是有化解的方法 現在很多的這個現代公寓裡面都有這個問題 那就是整個豪宅裡面它跟樓梯的關係 如果說是公共面積它能大一點 整個樓梯間大一點也錯開了門口 那有意錯開 但是呢有些人實在是公共面積不大 也沒辦法錯開就門對門了 門對門建商在建築的時候 他也只懂這個規矩 在整個地面上有一條線就給你畫出來了 有的人畫了一條線 有的人畫了兩條線 用大理師的變化去把這個給化解了 如果化解的還不對 距離還是很近 那這時間呢 在你在進這個家裡的時候 在你入住的時候 你在門口也要進行轉變 那門口我們講在人體公共學裡面 可以什麼呢 可以放墊子 各種顏色 與你信用的墊子 與你的信用顏色 對應的墊子 那這時候你放上去也可以化解 再一個就是玄關之處 要進行裝修 進行一種調整 調整也可以化解 所以你剛剛講的 你搬到新家裡邊 可能是有這個 我們講對口沖煞的效果 那開口煞影響到你 另外一個就是 當你住新房的時候 現在新的建築材料 和新的通風設施 而促成了你會生病 人的生活習慣不對了嘛 我們以前的風來風去 南北通透 風自然而然走 可是現在都是封閉的 那空調走勢又不對 空調的方向又不對 有地方特別冷 有地方特別熱 就產生濕氣 這又怎麼樣呢 這是一個 那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裡面有什麼呢 在你裝修的材料裡面 是不是有甲醛呢 這都會造成 所以說你開始拿一種方法 如果是第一種可以化解 第二種可以調整 第三種那是沒有辦法 那是人們有了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化只有等了 只有你怎麼樣去把房子 這味道去掉 把甲醛去掉 這才是 所以說呢 在這個房子裡面 我給你三條建議 說起了天津 有一個地方叫做老龍頭 對於老一輩的天津人來說 可以說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到底這個神秘的天津老龍頭 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我們請這群老師帶我們一探就近 我們現在走在天津火車站的廣場上 天津火車站在1887年的時候 有建設的 它當時建的叫老龍頭火車站 為什麼叫老龍頭 中國人在整個城市規劃當中 以海為界 以海為騰 那這時間呢 這叫形成老龍頭 在這裡建設以後呢 到了1988年的時候 也就是天津車站在100周年的時候 它進行了改造 改造以後就完全出行是這樣的 在20世紀 在新時代來臨的時候 它又進行了改造 那地下四層 地上兩層 這樣人在迅速當中 在火車在底下走 人員在地下走 那鐵路地下化 人員的疏散和流動也在地下化了 所以為什麼今天講了這麼一個概念呢 我們可以知道 人們在城市規劃當中 那麼我們可以講 天津車站的改造 是不是和我們的高 是不是和我們的台北車站 有點雷同呢 這有它的特色 中國人智慧在有的時候呢 完全是相吻合的 這個吻合呢 就促成了天津車站 在我們看來 你看沒 廣場很輕鬆 那麼地下一層 是整個交通樞紐的過程 那麼停車呀 這個交通這個公共汽車呀 地鐵在這裡 那地下二層三層 形成了高鐵的 有的綠皮車呀 有的動車呀 有高鐵在這裡租建 所以說人定升天是可能的 在現有的技術上 人們根據環境而建造的 新的車站 適合於新的城市的發展 和新的人的生活的應用 原來這個老龍頭 就是現在的天津火車站 原來是火車站 但是我不常在講 剛才我前面也敘述了 老龍頭呢 是老天津人才知道 才知道 年輕人就一味三不知了 對 因為我們現在在招牌上面 應該都是寫天津站 那這個天津火車站呢 其實有蠻多的 那這個是天津 後來叫做天津 東火車站 東火車站 那為什麼之前叫做老龍頭火車站呢 其實跟這個慈禧太后是很有關係的 慈禧太后叫做老佛爺 所以他在統治中國的時間 一共有47年在清朝 這麼長的時間 那曾經多次的呢 東巡 東巡 東巡是什麼呢 就是從北京到天津 天津要到什麼地方呢 到東北去 就是他們的老祖宗的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呢 天津火車站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慈禧呢 有專列什麼的 專門為他做的一個火車頭跟火車站 那全部凋樑化洞非常的漂亮 是龍形的 前面有龍頭在 那因為慈禧他不叫做老佛爺嗎 是啊 所以那個火車頭叫做老龍頭 大家爭相就是他建造好了以後 大家爭相有去看嘛 天津的居民 就稱那個地方叫老龍頭老龍頭 所以就變成了火車站的代名詞 就叫做老龍頭火車站 所以老龍頭是這麼來的 那老龍頭呢 在當時的地位也非常的重要 老龍頭火車站的前身 叫做天津的紫站 紫色的紫喔 火車站沒有叫的火車站叫紫站 為什麼叫紫站呢 表示那個時候的天津火車站的正對面 是有一片紫竹林 還沒有那麼發達喔 是一片紫竹林 在海河旁邊 是一片紫竹林 那應該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當地稱為叫做天津紫站 也就是後來老龍頭火車站 那老龍頭火車站的對面 這些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後來說的九國租界 所以換句話說這個火車站的地位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它靠哪一個租界最近呢 義大利租界 就是我們昨天說的義租界最近 那所以很多的名人 都很喜歡住在義大利租界 包括了曹坤 黎元宏 還有梁啟超 在當時民國初年都住在義大利租界 為什麼他們喜歡住在義大利租界呢 因為逃跑比較容易 離火車站最近 所以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的時候呢 四通八達當然是去老龍頭火車站最快 所以義租界呢也有得天獨厚的這個意思 那我們回到老龍頭火車站上面 因為它的地位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八國聯軍的時候 跟義和團的時候呢 這個老龍頭火車站 還曾經是兩軍交接爭奪的地點 就後來是這個義和團贏了 所以呢在南邊有沒有 在河岸的海河的南邊這邊 都還是這個八國聯軍駐紮的地方 那北邊呢是義和團駐紮的地方 所以那個時候有兩軍對峙 還發生了非常多的爭鬥 所以換句話說呢 這個老龍頭火車站也是頗有歷史的 也有這個歷史的淵源存在 所以說現在講到說 既然它跟這個慈禧太后有關 所以可見它的年代很久遠呢 很久遠 到現在還能使用真的很難得 所以說天津老龍頭車站呢 在近代的中國歷史上是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運輸角色 如今天津火車站呢已經洗去了 往日的殖民氣息 在不斷的重新建設下 天津火車站搖身一變 成為了造訪天津的避光景點 我們也請街均老師帶我們來看看 我們漫步在天津火車站的廣場上 看看海河 看看當年的九國租地的建築風貌 以及解放橋 也就是萬國橋 老龍頭橋 都在這裡展現 說這就是天津 那麼老龍頭橋和老龍頭火車站 形成個對比 這是天津最早發家的地方 也就是天津建成最根本的地方 那我們順著海河 我們到海河的出海口 我們去談一談 海河對天津的影響 海河對天津的民生的洗刷 現在的眼前叫金彎廣場 金彎廣場當年呢 是整個九國租地 那麼這裡面各國家的這種領事館和他們租用地 以各國為政而產生了他們的西洋人對中國侵略的一個基地 那麼它的這個基地以萬國橋而為界 那麼他們和天津車站也就是老龍頭車站 遙遙相對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覺得如果到了晚上這個夜景一定更美 非常漂亮 我們來看看這些天津的夜景 真的是一個不夜城 你看有這個河景 還有高牢大廈的景致 是不是別有一番風味呢 是沒有錯 因為這個在這個都市的規劃當中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說 許多人在白天看的不同的景色 跟晚上不同的景色 真的很重要 大家看的話也心曠神疑的 那我們是想說 那它附近有這樣的景點 當然我們很多人喜歡拍照打卡 那有沒有一些非去不可 或是非吃不可的呢 像我們現在放的影片 就是建軍老師 特地幫我們出外景 所拍的天津的這個夜景 大家看起來呢 的確是蠻賞心悅目的 所以換句話說呢 我們也鼓勵觀眾朋友 如果到天津去玩的話 除了白天在九國租界 看一看這個歷史憂傷悲情以外呢 晚上體會一下浪漫風情也是不錯的 是 我現在越看感覺 真的很漂亮 有點像我們那個高雄愛河的感覺 的確是也有一點 建軍老師 能不能跟我們再補充一下呢 如果說大家有幸到這個天津去旅遊的話 我們要介紹他們 要怎麼來觀光 或者怎麼樣來旅遊呢 天津的老隆隆火車站 就是現在的天津火車站 這個地方每個人去了 一定要去一下 這個老隆隆火車站 從地理地貌上極其特別 我們可以講 任何一個城市的機造 那它就是什麼呢 最早的時候是以集市而開始 後來以廟宇開始 最後的以什麼呢 以驛站開始 那最後的成了火車站和機場 碼頭開始 而這個老隆隆火車站 而這個老隆隆火車站 不但有碼頭 還有什麼呢 還有火車站 那這個老隆隆火車站 為什麼叫老隆隆 除了安德講的慈禧太后 當時他的駕鑾在那個地方 其實最根本的是什麼呢 是整個北側的所有的氣脈 五龍相湧到什麼 湧到這裡 匯集為一個一體 就昨天說的 我們五個手指頭 而這時間 形成海河這個肌尖壁 而這個老龍頭 就在我們的手腕上 你說重要不重要呢 如果我們在修煉過的 如果我們有靈性的人 站在他的廣場 感覺一下 確實那個磁場更加強 這個強就會促成 他的地點是想要的 我們在這老龍頭 火車站在這個海河邊上 左旺右觀 看到這邊 看到他的這個永樂橋 一個大圓形的這個光環 是不是極其獨特 那就是整個天津 在新時代之後 而建造的一個獨特的 全世界獨特的一個什麼 一個觀光的龍眼橋 那這個橋建好以後呢 在這個橋在設計的時候呢 當時時任天津的領導的人呢 就身體就很不好 為什麼 他洩露天津 洩露天津以後呢 就身體不好 最後在落城的時候呢 他過世了 那這個過程過世以後呢 不得不把原來的名字 給改掉 給改到永樂橋 這個永樂橋一改 周邊環境再一變 後來的領導再一調整 天津又生了一格 所以天津的整個城市規劃 根據城市的變化 而不斷地促使天津的發展 與進步 像剛才講 我們前面講的一個 馬克波羅廣場 當把馬馬國人說 為了什麼呢 去殖民化把它拆掉 拆掉了 天津亂了 天津整個工業也不行了 天津在中國地位也不行了 後來又恢復 恢復以後天津現在穩定了 所以說任何一個城市的雕塑 任何城市一個規劃和建設 與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的文化 有直接的關聯 與城市當地的新的長官 更有關聯 這大家一定要看來明白 記者老師 有人說天津是被上帝穩過的 一個塊土地 那是不是它是一個風水寶地呢 天津本身就是風水寶地 我們可以講的這個東舞台的概念 盤山的概念 其實天津城在整個建造的時候 就像什麼呢 就像上帝穩過一個嘴唇一樣的 一個長方形 那長方形的中間就是鼓樓 周邊的設施 最後呢 為何有九國租界的形成呢 說起來九國租界對我們國家是屈辱 對我們國家當時呢 它的條件苛刻 如現在來講 它來住是好事啊 可是那時間 他們是打進來的 看到中國這個地方這麼好 而就一直要盤在這裡 所以這樣的話 就形成了九國租界 那天津這個特別的關鍵 這是我們講的 叫我前面講的東舞台 東舞台其實就是盤山 它坐來的天津城的西十二公里 它到北京的是九十公里 出於京、京、唐、城 四角交匯的地帶 看到沒有 這又是個大嘴唇 那盤山古時候也叫盤隆山 四正山、吳宗山 與黃山、泰山、西武等名稱古就齊名 所以它有京東第一山 這因為有了盤山 盤山的西側才有了京城 我們講在整個北京城 研究北京城的建築格式的時候 不研究盤山 只去東來就沒有 那如果在研究天津的整個城市規劃的時候 不研究它的北側的盤山 天津就沒有位 就更沒有天津的上位、下位與中位 所以這裡面我們必須要告訴大家的